为了让已婚子女有更多机会住得靠近父母 已婚子女优先抽签计划将以预留组屋的方式取代额外抽签机会 以增加申请者的成功率 建务局的这项新措施将从下星期的新组屋销售活动起生效 在新措施下 高达三成的预购组屋单位将保留给已婚子女优先抽签计划下的首次购物者 另外最多15%预留给第二次购物者 在这个预留组合中 两组申请者将有优先权 包括申请住在同个屋檐下的父母和已婚子女 以及原本住在成熟组屋区的 为住靠近已婚子女申请非成熟组屋区的购物者 房地产专家指出 新计划意味着建务局的焦点在转移当中 受访的购物者表示新计划合理 但同时指出漫长的等待时间 依旧是预购组屋的最大挑战 不要等拿到硕士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差不多30多岁了 而且就挺晚的 所以就打算买 resell了 我个人认为是正确的 对人结婚和有孩子 他们有更重要的需要 比我们的婚姻和婚姻 这个月的预购组屋销售活动 将推出4277个新单位 分别位于三八旺 圣港 淡宾尼和益顺 另外还有3000个剩余单位供申购